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米丽 你总算来了 你这么急叫我来干嘛 你吃了炸药来的 我倒是真想把方阁这个渣男给炸 你俩又吵架了 你放心 我跟他以后没有机会再吵架了 这么严重 你 其实 送离婚书要跟你离婚 只是跟你赌气 我并不想真的跟你离婚 别以为孩子们的几句话 就能让我改变主意 要是你坚持要离婚的话 我会把我的全部财产转让给你 作为这么多年对你的补偿 你就是用你全部的财产 你弥补不了我的一生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那我怎么做 才能够补偿你的 我要你爱我 我要你爱我 我要你像爱你前妻那样爱我 我也想在你心里有一个位置 你做得到吗 可以的 我一定做得到 好 不要哭了 不要死了 虎丹 等着急了吧 没有 我 我恢复记忆了 真的 真的 真替你高兴 谢谢 谢谢你在我失忆的这段时间里 还假装要配合我 难为你了 我以为 你会怪我欺骗你呢 我怎么会怪你呢 你是我和米丽的救命恩人 我还没想好怎么去感谢你呢 那你要抓紧想 因为我快没有时间了 什么意思 我要出国留学 出国 去哪儿啊 去我喜欢的国家 酷吧 酷 要不然这样吧 你走之前我和米丽还有你 我们三个人聚一下 给你见个心 我想你单独为我见心 可以吗 好啊 一言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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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走了 好 谢谢 谢谢你在我失忆的这段时间里 还要假装配合我 难为你了 魔法消失 是我该离开的时候 林青 嗯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的天格外的懒 那是因为你今天心情特别的好 也许是吧 喂 老师 是啊 你跟我说的我都考虑好了 我明天就可以上班 明天见 你又要去上什么班啊 一坤是这样的 这个给我打电话的 是我以前的舞蹈老师 他希望我能回到他身边 继续给他做舞蹈助教 之前 家里的事情太多 我就一直没有答应他 但是他跟我说 他可以等等我 现在 开心的记忆 也已经恢复了 和不复的病 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也不需要我在身边照顾 所以我就答应了 你之前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现在跟你说 不是也一样吗 你最起码要征求我的意见 你 别过了 我和你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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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我在二楼的露台 行 那我知道了 拜拜 好 生日快乐 你们吓死我了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你们吓死我了 生日快乐 今天是我生日吗 今天是你重生的日子 那好吧 这也算是谢谢你们 来 不能故意的走掉 不能故意和你唱 当当 成生快乐 赶紧的赶紧的 是你 有点热的笑 遇到你结束难道 一起 不能再 失踪 是我想的该美好 行动车还炫鸟 好 明明啊 谢谢 开心 告诉我们 怎么才能失忆 叫方哥去死行不行 我看靠谱 靠谱 喂 喂 喂 你干什么 你把我刀杀袋打呀你 我恨不得打死你 还来 这句话应该我对你说好不好 我住人生病的时候 你干嘛去了 你看我了吗 你还是朋友吗你 这喝什么 喂 你给我玩忧郁是吧 我看看 你干什么你 兄弟没去看你 是因为怕看见你那傻样 想抽你 好 好 好了 好了 我懂 开心 恭喜康复 谢谢 谢谢 哎 丽莎 怎么样最近 我啊 我挺好的 我觉得我过得像诗一样 诗一 你 你也学我玩诗一啊 哪有 哎 那个混蛋方格呢 都别看我 那个千年等一回 可能现在正在跟法海不懂爱在一起吧 法海不懂 什么意思啊 他现在说的是火星雨 只有方格听得懂 他说的是我的网名 你配得起这个网名吗你 哎 艾米儿 你不能狗壳拆桥啊 你忘了那天是谁千辛万苦把你送到何开心那儿去的 对啊 那该我自己打地不就可以去了吗 哎 你不能这么说话 行 我是看出来了 你们都挺恨我是吧 知道就好 那知道也还不赶紧弥补一下 怎么 你们两个今天什么原因啊 谁让你欺负萧妍 你敢欺负萧妍 我欺负萧妍 你们信吗 信 信 清者自清 你信个屁啊你 管他行不行 先上桌再慢慢解释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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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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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坤啊 我想搬回家住 这样上班可能会方便一点 你想什么时候搬走 今天 你今天就要搬出去啊 你会送我的对吧 好不好 我说不好 你会改变主意吗 感谢你们今天给我的惊喜 给我的感动 我爱你们 来 干杯 我们也爱你 来 干杯 谢谢 干杯 干杯 谢谢 来 开心 你看见了吧 不是你们俩这是干嘛呀 故意扫兴是吧 你说每次聚会你们俩都这样 马三帅 你赶紧喝你自己的酒吧 管那么多 别把焦点放在我身上好不好 今天主角是何开心 是啊 我跟你们说 我跟方阁已经正式分手了 以后你们不要再拿我们两个开玩笑了 听见了吧开心 这句话得录一来 以后得他们俩婚礼的时候播 对 必须的 录吧 反正我也没准备穿婚纱 为什么呀 婚纱就是皇帝的新衣 他让所有的女人都以为穿上它 就能获得美好的生活 但是 穿上婚纱的女人并不知道 她们穿上的其实就是一副枷锁 喂 你呢 可以不相信一个到处去相亲的男人 但是 你不能不相信爱情跟婚姻 尤其啊 你要相信这婚纱的魔力 我告诉你啊 每一个设计师在设计婚纱的时候 他都会去祝福这个婚纱 就像有魔力一样 认为穿上这个婚纱 就会有幸福美满的爱情生活 如果婚纱真的有这种魔力的话 那我心甘情愿披上一身白色的嫁衣 我虽然没有穿上过婚纱 但是我觉得 我体规过它的魔力 记得我之前 特别特别想穿上王特设计的婚纱 我觉得当我穿上婚纱的那一刻 我会是这全世界最美的女人 但是正当我沉浸在幻想里那一刻 王特突然之间进来 他跟我说 这么好 你不配 而且那个时候我告诉自己 我这辈子都不要穿婚纱了 现在想想挺可笑的 我居然会为了一个不珍惜我的男人 去放弃我对美好未来的追求 可不吗 我是不是有点傻 我告诉你 每个人都犯傻 人生物上谁没踩过狗屎 所以 所以我为了不犯傻 我宁可不去踩这狗屎 是 小衍 你要是有一天真的遇见了一个男人 而你愿意为他披上婚纱 我就为你专门设计一套 属于你一个人的婚纱 好 我也要 没问题 成交 谁啊 我爸 你爸 好 好 你看 伯父伯母 我现在就准备回去了 你住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搬回去 你是不是因为我回来了你才要走的呀 不是的伯母 你千万别误会 是这样的 我现在找了一份工作 我家离工作单位比较近 所以我才想搬回去住的 算了 我妈妈 我是一个我的 Ina Ina 你放心啦 我告诉你 我爸爸呢 现在也算同意我们的事情了 我觉得他不会再把我关起来了 那可不一定 我得想办法解决一下 我得想想办法 小琪 我刚参加了个同学聚会 现在刚聚会完 我得送我一个同学回家 行 我到家给你打电话 嬷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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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嬷地 嬷嬷地 嬷嬷地 嬷地 嬷嬷地 嬷地 来 该不会是我爸打来催我吧 何有可能是你爸打来的 萧妍 她干吗 不知道 喂 米莉 放鹅蛋就是个混蛋 她口口声声地说她爱我 她一转眼就跟她的一个女王友好上了 你让她送我回家 她现在把我一个人认在大街上 她就走了 方格把你一个人丢在街上 这 她怎么可以这样呢 你冷静 你冷静啊 我马上就要开心打电话 让她回去介绍你 别哭 我马上等 你等我等我 拜拜 听见没 听见没 你赶紧的 你用不着管他们 他们天天都这样的 很正常 现在是晚上 你把她一个人丢在街边 这不是很危险吗 那你给她拿吧 我开车呢 方格 你懂不懂什么叫绅士啊 你怎么可以把萧妍 一个人扔在路边呢 现在是晚上 很危险的你知不知道 你赶快 现在立刻马上回去把她接走 赶紧的啊 赶紧的啊 你说说你们男人 但是我跟方格比起来 我还是很靠谱的 你为什么要跟她比呢 我就是这么一说 但她起码不失忆啊 我也就简单地失了那么一下 我也没有失得多过分 对不对 也没有造成什么后果 对不对 我现在不是想起你来了吗 干吗 你失忆的时候 把我欺负得非常惨 我有吗 我在想我现在要怎么样 加倍奉还你啊 我没有欺负你 我怎么都记不住啊 你要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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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小齐啊 我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我走了 拜拜 拜拜 晚安 走了 干吗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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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早点把你娶回来 要不然我不能安心地 让你回去见你爸 我有说我一定会嫁给你吗 嫁给我爸 嫁给我爸 你就这样跟我求婚啊 行事比较严峻 只能从简了 不够浪漫 还有 你之前折磨我太多了 我得折磨得你久一点 我 我浪漫 我有钻戒 来 爸 我回来了 站好 让爸爸看看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艾米尔 和爱情同样重要的 还有你的梦想 你也知道 我最大的梦想 就是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 这是什么 你服装设计师的钥匙 我把你在美国设计的那些衣服 都运回来了 艾米尔 为梦想加油 爸 谢谢你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好孩子 一定要开心 爱不断蔓延 距离反复考验 我 我 明若显 一处碰成 方哥 你个没良心的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个一关禽兽的家伙 我 这么不自责任的 跟那个法海布图埃 揍了一下就跑了 你就不怕他把你给收了吗 啊 如果帅你跟他跑了 你就不怕他把你收了吗 你个没良心的 你就不怕他把你带 dor niin 你 Social 不要 这个小家伙 由他去吧 一昆 我要陪你妈妈去补个蜜月 你就在这里照顾 开心还有公司 您就放心吧 你们就好好去玩 我保证照顾好这里的一切 没什么大事 不要打电话给我 爸 要不然您现在把我拉 黑命担得了 那好吧 您放心 没什么事 我一定不去干涉你们俩 好 小姐 现在几点了 已经九点多了 小姐 九点 我不是让你叫我起床的吗 董事长 他不让我叫你 他人呢 在一个小时以前 就已经出去了 开心 喂 起床了吗 我来接你吃早餐 我已经在你家门口了 等我一下 我马上 你怎么报 行吧 我现在进去 你还要走 我爱你 我说你 它有什么呀 我不是可以 有一点 你充足一下 我 configure 然后我 再放线 你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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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